字幕提供 明镜与点点栏目 7国行业商会组织 有近50家最规模的 各行国业公司企业 请陈副局长 我们来看看外地市场方面 在国家的城市 所以识意识到 工学对助的各额各业的每一个机构 所有执委会的信任 好 恭喜 谢谢 有请寿英年吃饭 大家好 我自小我爸爸是选择的 所以自小就加几个精品 究竟我拿到这个名义 究竟我怎么办 我有一个YouTube频道 叫做YKPORSISMING 里面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 叫做《活不刻的钟》 我希望今次之后 我们和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去学习 我们共同去贡献 贡献我们的国家 贡献我们的香港 共同回报社会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支持 欢迎这个国 是我们的欢迎的钟狼 好 谢谢宗明年 明月院士 好 谢谢各位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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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旁边是陈律思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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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哪里人 你说广东话 我是广东本土的 广东本土人 非常好 今集是很重要的一集 上一集我说到 我特意过来南沙 约了Stanley 陈律思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因为之前 在香港 就有很多些 很负面的流传消息 我形容为抹黑 因为你知道我拍《目不得中国》 有很多我的观众 粉丝 尤其是很多买了楼的业主 就在下面留言给我 很担心 为什么呢 最近不知为什么 盛传在内地 如果我们百年龟老 遗产的遗产税 就去到百分之五十 那你知道 很多人想着来置业 或者置业的 就立刻去找我 沈博少 是否真的这样 那就很多钱 也有很多 直接相信了 就问我 咦 那我可不可以做一些相对的 例如来私留 搞一些 遗产的托付等等 或者那些叫平安置 是可以减少这方面的遗产税的方法等等 那这个是很重要 那我就 你知道内地我就很熟 虽然我本人 我是知道实在内地的遗产税是什么情况 但是我为了给大家更加困难 就是我觉得呢 就是现在线上有很多消息的 其实最紧要就是是不是真实 是不是 那么 就是无论你说好与不好 但是其实我觉得要拿证据出来 是不是 不是我轻易信 就是大家这么多信息 所以这一集是超级重要的 我在这里 首先未开始之前 我就呼吁我的观众 如果大家都是 之前有看过这些信息 或者一些这样的担心 当你今天看完这条片 有陈律书去慢慢解释给大家听 遗产税在内地 其实真真实实是怎么样呢 很希望大家将这条片 真是多些发出你的朋友圈 或者有些传这些消息给你的人 又或者有朋友旁边有这样的担心的 那么你呢 很希望我们将这条片传给你 因为我们今天所说的 全部都是真真实实的 为什么要来到律师行 来到律师来到去讲解呢 因为我相信 律师就是最了解最正确 最有经验 而且今天陈律师 他处理过很多这些实际的案件 好过我博士一个人说 博士你硬解释是否真的 那就无谓大家传来传去 所以大家这条片是很重要的 好了 我单刀直入了 好害怕 我刚才也听到 近期很奇怪 香港就有些有心的人士也好 就在那里传得很紧 说遗产税百分之五十 我博士听到都害怕 对不对 当然我之前一早已经有问过 一早也有调查过这个问题 以我所知 其实内地好像未有遗产税 反而我自己做了小功课 我反而去到美国房产税 去到百分之四十 韩国都五十 英国都四十 日本都五十五 等等 很多国家 这些比较多 香港人想了解 差不多一个六百万物业 如果在这些地方 你是有遗产的话 你需要差不多一百八十万 一百四十五万 一百二万 就是相当昂贵的遗产税 究竟其实在内地 是否真的没有遗产税 博士 你果然是博士 我们内地 确实是没有遗产税 大家可以放心 要谈谈原因 如果你对这些地方 不是很清楚 你甚至可以上到 我们国家税务局 税务总局上面 会有税种分类 这里我打印了税种分类 你看 我们这上面 大类 按税种 有十七种大类 但内地是没有遗产税 OK 首先大家放心 虽然没有遗产税 但我也有做一些功课 但里面有些小费用 例如公证费 评估费 合同印花税 产权印花税 房产登记税 但很少钱 又80元 又5元 其实这些费用又怎样比 笼统计划 其实大费多不多 其实在我们没有遗产税 基础上 如果涉及到有这些房产 需要去办理这个继承转名的时候 它的费用 其实在我看来 应该都不算多 但是你是可以分类去计算 譬如说 我们的内地的房产物业 它会有不同的类型 譬如说有住宅 有非住宅 它通常就是分住宅和商业 这两个类 是商业和住宅 是的 住宅那里还会有一个 叫做宅基地 就是这几类 在税种那里来说 如果是一个住宅 住宅的计成的话 如果是计成法定计成人 法定计成人 那我们的计成法 又会分为有法定计成 又或者你是非法定计成 即不是法定计成人 你都可以去 因为被计成人立了遗图 所以可以取得房产之类 所以的话 如果按照法定计成 法定计成的话 它是没有 可以说住宅的话 可以说 几乎无费用 几乎无费用 是的 它只会涉及到一个叫做 印花税 和一个公本费 但印花税 它总体上是万分之五 万分之五 就是按照房产价值的万分之五 另外的话 即是一百万就 一百万的话就是五百元 五百元 五百元 但是呢 有些地方的话 它是可以减免了这个费用 重要的 在不同的地区 不同的地方 它是可以有自己的政策 这个费用 甚至是免了 那么 在这个法定计成里面的话 它唯一确定一定会有的 就是这个公本费 公本费 公本费 即是什么呢 就是出这本新的房产证 这本证书的费用 就叫做公本费 这个公本费的话 譬如说 如果是刚才说到的宅基地 它只需要十元一本 如果是这些住宅 它就是八十元一本 其实很多观众不知道 什么叫宅基地 有没有犯法形容什么宅基地 宅基地就是祖辈的物业 譬如说在乡下 乡下很多人有祖屋 即是我们香港的丁屋 类似这样的东西 不过我们很少 我们就比较少买到这些物业 OK 宅基地就是这样 因为之前的话 可能有很多香港朋友 在内地过去的 所以它原来的祖籍 的宅屋 还在祖屋 祖先 是的 祖屋 所以祖屋的话 它可能佔用的 就是村集体的宅基地 所以这个内地 就有个专门的宅基地 这个概念 又明白了 是的 所以这个宅基地 也都是很便宜的 这本证书最便宜的 就是10元 如果好像现在 在商品房 是住宅用途的 一本证书 就是80元 80元 其他如果是商业住宅 的话就是550元 一本 商业住宅 包括一些公寓 车位 商铺 这些全部都是 都是550元 一本 这个费用是确定的 就是你看 就是数十元到几百元 是确定有的 正确 和我搜查回来 是一模一样 总之就是很少很少的费用 大家是完全不需要担心的 那 就这么说 我就很想知道 有没有实质近期 有没有实质这些 真是处理过这些 遗产税的个案 甚至有没有 香港人的个案 试过 有的 分享一下 在这几年 我们锁是在2020年开始设立 跟香港的司徒维生所 是 还有一个香港的 我知道你是很多香港客户 是的 是的 我们是三地律所 共同出资 然后 联营 这个就是我们的联营所 共同利出资 然后联营这间锁 在过去这几年 我们实际上是处理了很多 香港客户 在内地的这些 物业 这些继承 甚至是那些 楼宇买卖 这些案件 哦 包括今年 都仍是很多在处理 ok 我听你说处理 刚才我问这个 遗产税 即是说 如果我面对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 找你们律师楼 其实你是在哪方面 服务帮到我们 还有是否真的要找你们呢 因为之前 陈律师那时 就在香港 已经有邀请我们 来讲解过 劝勉我们很多 香港人 如果我们过来 真的有物业的资产 讲物业的资产 其实都不单止物业 如果讲到平安寺 就说最好立中平安寺 其实刚才你说 ,处理这些个案 我想 详细一点 从头到尾 讲给大家 其实的话 处理这些个案 你刚才问到 是否一定要找律师 其实在内地 没有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找律师 才可以办 你可以不找律师 你自己办 也是可以的 但是当然 如果你找律师 来办理的话 因为律师 他对相关的法例 然后对相关的政策 甚至他如果经常办理 他会更加熟练 更加熟练 更加熟悉 然后他会可以 由他一开始 会发现很多问题 会令到事情更加顺畅 更加高效地完成 甚至可能 有些事情的话 因为个人 特别是香港居民 对内地不熟悉 他自己来办理的话 可能因为他相关的文件 准备不齐 或者内容 准备得 跟内地的法律法规不符 最后 他可能准备这些材料 便变成废纸 然后事情是办不成 可能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说 律师 是否一定要找律师 律师重要不重要 这就见仁见智 我就觉得如果是香港业主 是很重要 因为你说得对 不要说 我的观众 我自己也不太熟 我都不是犯人 最熟悉的律师 一定是信律师 我们香港人很信律师 因为律师是很喜欢的 所以我们当然 不过就这么说 在内地找律师 相对费用 没有香港那么高 所以我觉得 其实真的 找律师是最安全 我想 虽然阿斯丹尼之前 都在我的讲座 有演讲过 有讲解过 我想告诉大家 如果刚才牵涉到遗产税 不用付了 大家应该放心 但是牵涉到 如果八年龟老了 我们如果在香港 在内地有物业 我们都很担心 到时承计的时候 会不会出现问题 是不是 那是否需要立平安子 和你建议我们香港人 那边 将平安子怎么立 平安子 其实就是围捕 其实我们 包括我自己 我都立了 因为这件事 使得慢慢你的资产 不会有什么争拗 和一些东西清晰一点 我都知道有些个案 甚至乎有些中伏位 可以告诉大家 好的 你如果刚才讲到 立平安子 立平安子的时候 其实如果那张平安子 它涉及到财产 有内地财产在里面的话 其实在立平安子这个阶段 我们来地的律师 就已经可能会介入 找到我们香港所的时候 因为你刚才讲到 最早的期间介入 最好 是的 在立平安子时就可以介入 因为的话 关于如果是立了围捕 来处理遗产的话 处理遗产的话 这个围捕的效力问题 是非常之重要的 这个就要一份有效的围捕 之后才可以 凭着这份有效的围捕 来 另一个问题 我是香港人 我的资产 有香港和内地 我这份围捕 应该在内地立 还是香港立 而且是否两地有效呢 关于这个围捕 如果是涉及到内地的遗产的话 其中有一条就是 如果 假如你不是同一份围捕 假如你不同的围捕 前后不同的时间 立了两份不同的围捕 它的内容又有冲突的话 是以最后那份围捕为准 是以最后那份围捕 但是 如果 以最后那份围捕的时候 又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立到那些围捕里面的内容 它可能又涉及到 是否全部都在最后那份围捕 那就会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份围捕 会不会 没有 处分到全部应该处分的财产 其实这里是有两个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 这份围捕 第一 第一 有没有效 有没有效 假如你涉及到内地的遗产 要回来 就算根据香港的 围捕 认证制度 你说这份围捕是有效的 但是它的内容都可能 因为和内地的法律 相冲突 以令到内容是无效的 最后呢 实质上都是围捕无效的 譬如说 你有些需要扶养的人员 他内地叫做一个必留粉的 叫做必留粉的财产 必留粉 必留粉 即是说 在你的继承人里面 有一些人是倚靠你来生活的 倚靠你的辅助之助来生活的 但是你在立为足的时候 没有考虑到他的利益 你将财产给其他人 然后呢 必留粉 即是有他的粉 是的 一定要留一份给他 你可能和这份相冲突 那你可能就会 有部份内容是无效的 OK 那还有呢 就是可能 你在立为足的时候 你处分了别人的财产 那你处分别人的部分 内容也是无效的 譬如说 我们内地的话 夫妻共同财产制度 以及香港这个夫妻的财产制度 可能有所不同 那如果 很多人会觉得 我写一份立为足 我处理这个财产 就未必会区分 到底是我自己的 还是两夫妇之间的 那如果呢 你是未将配偶的这一部分 你一并去处分的话呢 那你这个处分 那你处分了别人的内容 也是无效的 就是可能 你这份围捕 有这些相关的内容 就会导致到 你一份形式上有效的围捕 其实在内地 没有办法执行 这个就是立围捕的问题 还有一种 譬如说 刚才我们也说到宅基地 宅基地 这件事的话 到底是个人财产呢 还是家庭共有财产呢 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呢 是吧 然后又或者你是说 你处理那时候 那个使用 那个使用可能处分就说 等我那些继承人 回来作为那个制造用 不可以卖卖 那他这个继承人 有些人可能会将他 特定为儿子 而不包括女儿或者其他 或者是怎么样 那关于这个宅基地 他到底呢 处分了 还是未处分 这份围捕 其实呢 这个就有争议 有争议 是吧 很有可能呢 就会被认为是 是未处分的 OK 最后又会 导致这些内容 可能会无效 是否很专业呢 其实因为呢 我想不同的人 都有不同的情况 是吧 是呀 那就是时间关系 OK 那我还有很多 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刚才说 原来在这个写的平安纸上面 都有些种服位 分为产 怎样分法 和内地和香港的牌的次序 都有些不同 甚至有很多 我用夫妇名买好 用个人名买好 其实是否有分别呢 下一集 OK 我捉住陈律师 不让他走 下一集呢 再继继续讲下去 OK 还有很多关于大家 在这个遗产上面的一些资料 如果大家可以在下面留言 可以多些下面留言 我们都可以 再去和陈律师咨询 或者甚至下次再拍片 不过下一集呢 我们要继续讲什么种服位 好吗 好的 我们停一停 下一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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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